印度急需醫療氧氣 救治近日飆升的新冠患者 在疫情嚴重的首都新德里 有民眾為氧氣問題在街頭激烈爭執 問題源於病人即使順利入院 氧氣也要加屬自備 人物垂得西位 市面也缺貨 印度過去一個星期 每天有最少30萬終身確診 醫院病床完全供不應求 在最大的北方邦 有家屬投訴病人因為沒有醫生轉介信 而被他入院 最終死亡 當地政府也起訴一個 在網上為祖父尋氧氣的人 說他散播當地醫用氧氣不足的謠言 西衛組織說印度首先發現的變種病毒 已經在至少17個國家出現 暫時仍未將這種變種病毒列為關注變種 多國繼續向印度供應醫療物資 英國第二批物資120部製氧機運到新得里 俄羅斯就附運了製氧機 呼吸設備 藥物等等 至於美國 白宮宣布會提供總值超過1億美元的氧氣瓶 N95口罩 以及快速測試套裝 又要求廠商將美國訂購新產 阿斯利康疫苗的原材料 轉送到印度 估計可以生產超過2千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而曾經與印度爆發邊境衝突的中國 早前已經從香港運送800部製氧機 到新得里 今個星期還會再提供1萬部 內地其中一間全球最大的製氧機工廠 加緊為近期急增的印度訂單趕工 工人要加班應付 工廠說他們可以在一個月內生產10萬部製氧機 內地目前有3千多間製氧機相關企業 其中西藏佔最多 有超過500間